我们看一下昨天咱们讲的什么内容呢 昨天咱们讲的是阿甲克斯 阿甲克斯是什么 我用了五句话来给大家做一个小节 首先你要明白阿甲克斯 它的中文的名称叫 EBOO的Jarscript和X-2 EBOO的Jarscript和X-2 这点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阿甲克斯呢 它实际上是七种技术的中和 也就是说它把前面的 单个单个的知识点呢 融在一起了 把七种技术融在一起 所以说它是一种联合机 粘在一起了 那么这七种技术 它如果说单独的使用呢 是没有办法完成局部刷新页面 或者说动态的取数据这种功能 当它把七种技术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威力很大 这七种技术主要是包含了 Jarscript X-2 还有X-2 其实在这里面呢 这个用的不多 是吧 感觉这两个用的都不多 所以说最最重要的应该是Jarscript X-2 然后呢 是DOM 对吧 DOM 还有一个重点呢 就是X-2 HDP request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对象 其实你就可以认为是阿甲克斯的代名词了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里边展开讲解的 我们的昨天讲的内容啊 几乎都是围绕这个对象展开的 那么我们昨天还有一个手册没有给大家瞅 看一下这个手册 这还有阿甲克斯教程手册啊 你们有时间里可以看看这个 你看这个阿甲克斯手册 其实就是围绕这一个对象展开讲解的 对吧 这边很多方法我们已经有些是他的方法 那么有些是他的属性 你比如说这个Open Open就是他的一个方法 是创建一个新的HDP请求 并指定请求的方法 121以及面证77 对吧 你看他有个Ready State 这个Ready State是返回那个X-2 请求的当前状态 当前状态 他的状态有几种呢 他下面写的蛮清楚的 有五种 如果是0的话呢 就是未初始1223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这个事实代表数据接收完毕 此时可以通过什么什么什么方法来获取完整的这个响应数据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呢 都是对这个是这个信息进行进行这个处理的 这个不知道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因为你阿甲克斯啊 当你发送我们那四条线 大家脑海里面还有印象啊 当你第二条线打出去以后 就是你第二线第二线打过去过后呢 他的这个对象的状态就是实时的变化了 那么每发生一次变化呢 这个地方就这个属性值就会有变化 对吧 回调函数也会自动的被调用 那么我们比较关心的是第四个状态 就是完成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数据就取出来进行相应的处理 然后呢 这个呢是比较重要的 Response Text 这个属这是个属性啊 同学们要记住 这是个属性 它是代表什么呢 是将响应信息作为字不算返回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返回的是什么格式呢 是文本格式 或者是接受 这种格式 那么我们是通过Response Text的属性来获取的 好 这点大注意 还有就是Response Xmail 这个是什么呢 响应信息是作为Xmail Document对象来返回的 所以如果你也返回就是服务器那头第三条线 第三条线返回的是参调文件格式的呢 那么其实它就返回了这个Xmail一个文档 所以说你拿到这个拿到它就相当于拿一个文档而已 拿到一个文档一样 那么你就可以对它进行各种操作了 而具体怎么做呢 下面也给的蛮清楚的 然后Sand函数Sand函数是真的发请求 就发送请求到HDB服务器并接收这个响应 但这个接收响应其实应该没有在这里出现 应该是翻译的好像有点问题 我们接收响应呢 如果是一步的话 是在回调函数里面去处理的 但这个函数本身它是要接的 接完了不过它掉那个回调函数 所以你就知道 它发送一个请求过去就OK了 具体怎么做到下面有很多案例 有很多案例 然后呢 这还有一个这个 我们好像也用了一下 Sand request header 这个函数呢 可以用来指定 你是用什么 就是如果 应该是这样说 单独指定请求的某个HDB请求的那个头 在你用post的方式提交的时候 在post的方式请求的时候 那么你需要用这个方法来进行进一个控制 它下面没有写 我们昨天给答案例里面是有的 还有status status是返回当前请求的HDB状态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个也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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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两个状态所对应的 它针对的对象不一样 那这个指的状态是指的你 你什么啊 就是这个对象请求的当前状态 而这个对 而这个状态呢 指的是HDB的状态 这是两个不同的状态啊 一个是对象本身的状态 一个是一个HDB请求的一个来回的 这种状态 比如说200啊 还是505啊 还是404啊 这种这种状态 这是状态文本啊 这个昨天我们也没用到 这个用的没什么太多用处啊 我没有用它 这个用的比较多了 本身就是它自己了 我们可以通过Xmail HDB request对象 来跟服务器进行通讯 主要是这个对象展开的 是吧 那么这个对象呢 大家注意哈 就是说在不同的浏览器 它创建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也就是说 这个对象是跟浏览器本身相关的 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浏览器 就用不同方法来进行创建 那么这里面它 这个地方没有写清楚啊 是说说手册呢 它这块不是很全货 那你还得配合一下 你还得配合一下 W3C的手册来中和看 这一块你就看这里了 看这里啊 阿扎克斯 它这里面有一个叫 请求 请求实力啊 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阿扎克斯浏览器支持 就是说 不同的浏览器 创建XMLDD对象的方法是有差异的 那么昨天呢 我用了一副钥匙来判断 如果说你做得更严谨一点呢 可以用这个函数来做 我就 我昨天没用这个方法啊 你们也可以参考 参考这个手册来走 它这个就考虑得更全面了 什么火湖啊 Oper啊 Suffer啊 它都考虑到了 然后根据不同的浏览器的版本 还有不同的响应 这个呢 如果说你这个浏览器不支持阿扎克斯 也有可能 但是现在 现在主流的浏览器都支持啊 如果你浏览器不支持这个 那肯定不行的 这句话说明个什么事情呢 这说明 阿扎克斯这个对象啊 实际上是跟浏览器相关 比如说浏览器 它本身的一个类质对象 知道吧 那你以前老一本老一点的版本 比如说你那个浏览器是5.5的 IE5.5的 或者火湖11的 那有可能你就用不了阿扎克斯技术了 因为它本身就不支持这个 因为它太老了 因为阿扎克斯技术是2005年出来的 那你如果说这个浏览器 浏览器不是2005年才有吗 2000年就有浏览器了 如果你用那个老白浏览器 显然你阿扎克斯技术就用不了 明白意思吧 这点大家要注意啊 别人问你是不是所有浏览器都可以用阿扎克斯 不一定 因为他他这个这个对象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对象 他实际上是有浏览器本身来支持的 他本身如果不支持 那你肯定就创建不起来 怎么创建都不行 明白了 因为这个东西他是上面才支持的 好这是把手册也给他走了一遍 你们有时间呢就看看这个手册 其实我们这样讲你应该心里面特别有底了 我们几乎把所有的啊 把他在列了一遍而已 这样他把这个属性在列了一遍而已 这个就不用说我们几乎把所有的属性和方法都给他走过了 你心里面不应该说阿扎克斯是不是我们没有学权了 不应该有这种疑惑了 因为都全部都在这里用吗 几乎都在这里 只有一两个属性不常用的没有讲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 你可以在那再看一下 稍微丑一点就行了 是吧 老实现在不能讲全过的 你稍微看看就行 好这是 这是这个对象的一些属性和方法 给他讲了一下 CSS呢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你你拿回来这个数据以后 你可以对什么呢 你可以对当前的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可以是PHP 可以是HTML 也可以是GSP 对吧 你可以对他的样式性改变 这当然不用多说了 好还有一点大家注意 阿扎克斯是一个与服务器端语言无关的技术 也就是说我们主流的这些网站技术都可以使用阿扎克斯 都可以用阿扎克斯 还有阿扎克斯返回给客户端的数据格式有三种 文本 XMIA和JSON 这里面呢我们 一般来讲用这两种的偏多一点 因为返回一个文本呢 除非你这个这个需求比较简单 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果 你比如说今天 咱们要写的这个聊天室 你显然就不能用文本了 你今天我们写一个聊天室 今天上午就要写完啊 待会儿你们要考虑 这个聊天室里面我要支持多人聊天 多人 但先死后活啊 还是老贵局先死后活 我们先来三个好友 而且呢 费尔古斯发的信息要发给姚明 就姚明指定 接收到不要发错了 而且还要带一个离线留言功能 这个你先想 如果说你现在一看到老师给的这个需求 你就有试图的话 说明你觉得不错 如果你拿到过一点试图没有呢 这个就有点不太不靠谱了 所以说其实技术大家都基本上都学完了 主要是一个灵活使用的问题 就招式老师已经告诉大家了 就是怎么去用它 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所以大家心里面要有要有这个要有这个认识啊 就不是知识点不够而是运用的不够 待会我们再说这个 你看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要聊天的话 这里面你给谁发了发了一个信息 然后什么时候 假设人家发了多条信息 你要一条条取下来 那你只是用一个文本的方式 显然就不能满足需求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用X名或者是 这是很格式 我们待会呢 先用X名 然后呢再改成这个 都用一下 好 还有一点无刷性技术啊 其实除了阿甲克斯之外呢 还有Flush Java,iPad 框架 这三种也是有的 但是呢 这三种啊 基本上用的就没有阿甲克斯多了 阿甲克斯几乎占了百分之八九十的市场 所以说你把阿甲克斯学好就OK了 尤其是对我们PG来讲 没有选择 你如果你是用的Java 如果你是走的JavaE这条线 也许还用一点JavaiPad 但这个呢 你现在也用的很少 什么时候用的多呢 我觉得是我们大学毕业那块 还用的比较多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毕业是在05年之前嘛 没有一个很好的技术 所有的页面都要刷 所有页面只要你 那个时候用网页来聊天 几步都做不到 做不了这事 但是页面固定的刷 你一提交东西就没有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 没有办法就用这个JavaiPad 但是有了阿甲克斯过后 整个整个网站 当时我记得07年08年很多网站改版 很多网站 包括新浪搜狐 淘宝改版 那个时候对阿甲克斯 你知道会阿甲克斯 就让你去了 为什么没有人会嘛 他大量的网页都要改 都要改成阿甲克斯的那个 只要是数据的 涉及到网页的 网页的这个数据通讯 就是你的网页和服务器 一间通讯都用阿甲克斯来走 就那个时候改对阿甲克斯的那个量要求很很多 就好像前一阵对PVP程序员要求很多 就团购往下上来过后 全国有3600多家 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PVP 特别好 特别好 好 这个阿甲克斯的运行原理呢 我就不再说了 就是你要明白 为什么他能够做到一步 因为在你发送信息的时候 跟服务器通讯的时候 你是创建了一个阿甲克斯引擎 也就是说我们的X-2 HDB Request对象 他帮你做的 好 这点清楚就可以了 那么阿甲克斯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反正几乎说网站 只要是你做网站都要用 这个我就不说了 经典案例 我们首先第一个给他讲 那个阿甲克斯完成用户名的验证 对不对 这个是入门的一个案例 当时呢 我们是写了两个页面 一个是RG-S2 PHP 那么具体是怎么写的 我就简单做要这个流程 这样走一下 我写写个幻生片 我就把这个流程 就是使用阿甲克斯的流程 简单总结十句话 使用 阿甲克斯 与服务器 服务器通讯 通讯的这个步骤 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它的第一步呢 就是要需要你首先创建 一个这个什么呢 XML 这个XML H HTTP Request的对象 对吧 这一步是首先的 第二步呢 叫发送 就是要发送了 就是 呃 就是创建 创建你的U212 然后呢 需要发送的数据 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对象 把它发送出去 这是它第二步 点 通过这个三代函数 把它发送出去 那这里面的方式呢 有两种 我就不再写了 第三种 第三步 就是要编写服务器端了 就服务器 接收 服务器端 接收数据 接收什么呢 阿贾克斯请求的 阿贾克斯请求 阿贾克斯的请求 所以这个请求 本质还是HTTP协议啊 然后做相应的处理 做相应处理 然后返回结果 这个地方呢 做处理的时候 有可能是要连数据库的 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就要 聊天室就要连数据库了 因为你有留言功能 你就必须要把它 保存到数据库里面去 再比如说 你昨天让大家做的 那个审视联斗 你要到数据库去查的话 这个做处理的时候 就很有 就这种就有可能 要去操作数据库 好 然后返回结果 返回结果是怎么返回的呢 很简单 是A口 它是A口就行了 使用A口语句 像其他的编程语言 还比较麻烦 PHE比较简单 就一个A口 就把这个打回去了 好 第四一步 就是你的这个请求方 就是这个服务器 客户端这种 客户端 接收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XMail HTTP Request 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可能是 Response 可能是Response TXT 是吧 或者是Response XMail 取得数据 取得数据过后呢 然后完成 然后就完成这个更新任务 完成局部刷新 局部刷新 刷新 刷新当前页面的任务 它主要是这么一个流程 就是四条线嘛 四条线 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 第四条线 每条线呢 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方式的 但这个在 在接收那个信息的时候 一般是通过回调盘出来做的 好 这就流程给他走了一遍啊 好 然后 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完了过 我们就讲了 阿甲克斯的Pose的请求 这边主要注意一点 Pose的请求和该的请求 有这地方要加一句话 还有一点呢 Open这边写个Pose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真要发数据了 数据要通过Sand函数 把它打出去 这就是Pose的方式提交 好 然后我们又讲了一个 阿甲克斯如何处理返回数据 格式是XMail的情况 这个也是个重点 然后这个点呢 是需要用到什么技术呢 这个就需要用到 我们的JavaScript的DOM编程了 因为你返回是个XMail嘛 那你就要用JavaScript去解析 你返回的XMail格式 具体怎么解析 就是DOM技术 好 这个就不再多说啊 好 然后我们又讲了一个阿甲克斯 如何处理JSEN数据格式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大家必须要把握啊 昨天我们讲了JSEN格式呢 它比较灵活 但是语法比较严谨 就不能多一个多号 也不能少一个多号 具体的格式是这样子的 大括号 大括号包起来 里面呢就有属性名 这个属性名 是一个串 属性值就比较复杂了 这个属性值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字符串 也可能是一个 反复的又是一个什么呢 又是一个 一个大括号 就是又是一个数组了 而且还可能是多个的 就这个属性值这种扩展比较大 甚至它里面还可以再有属性 就是一点点往下往下低规的 那么这里呢 咱们就举了第一种是 如果是反复的多种数据 可以这么去写 后面还举了这么一个案例 更加复杂的 节省数据格式 你看这地方就更加复杂了 对吧 这是一个属性 这就是个属性 但是这个属性所对应的属性值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也是个属性 它的属性是这样子的 这还是一个属性 它的属性值比较简单 它本身是可以混用的 就是对于这个属性值是什么 你是什么就什么 该怎么取就怎么取就完了 它比较轮活 而且它是原生态的 所以它描述能力很强 然后我做了个小节 对吧 这个小节 小节完了后呢 我们又讲了一个 阿甲克斯审视联动案例 审视联动案例呢 让大家清楚了一下 如何动态的从服务器取数据 如何动态的 从服务器取得数据 取得数据 然后再做处理 这个案例就把 加罗斯克普的那个 XML DOM和HTML DOM 都整合到一块 这个呢我就不再说了 昨天代码写了很多 好 然后我们又讲了一个 黄金价格波动图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也是给他写出来的 这里就用了节省 我用的是节省数据格式来处理的 比较简单 好 这是昨天咱们讲的那种是吧 晚上给大家布置个作业 就是把审视联动和数据库 关联起来 然后把黄金价格的上下箭头 做出来 也不知道大家 做了多少 我看看 做出来的举下手 看看 就一个小丁做出来 丁绳环做了 我看我问一下别的同学啊 班长做了没有 没做完还是 是做不出来还是没有做 没做 没有就是回家 没有做 没有做吗 没做完是吧 这个东西 再会这样子 我看还有 那个向强做了没有 你是没有做是吧 看了一下没做 态度更高典 再讲明做了吗 是没做出来了 还是没有做回家 跟你考虑 你看你们现在都不动手 是怎么回事呢 那你昨天学什么东西呢 学的是那个smarty是吗 也没学smarty 昨天晚上干什么 你说一下 在学什么东西吗 还是说跑去玩一下了 肯定不会去玩 我估计你 休息了一下 我跟大叔 现在时间很紧张 你们不能说不去做 这布置的作业 哪能不做的 你说老师布置作业 你又不去做 你又说你学不好 对不对 你说做不出来 和没有做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态度问题 一个是技术问题 两个都是有问题的 不管是态度问题 还是技术问题 都是问题 那你老师布置这个 多也讲 老师听 讲完 讲完过后 你不去练习 那有什么意义呢 那你听 又不是听 跑来听说书的 又不是说 善天空讲 讲那个 听书联播 听完了 这个好玩 走了 你是要把它掌握了 那你说你做不出来 不是理由 因为我觉得 这个已经不是很难的事情了 我觉得我已经把该讲的知识点都讲了 你知道稍稍的 东东脑筋是可以做出来的 对吧 将军做了没有 将军 你应该做了吧 你们是觉得太简单了 还是说 我现在跟他交流一下 你们是觉得太简单了 不想做 这个当然 如果是这个原因 老师还是比较高兴的 因为这太简单了 我不想做 还是说 确实是 做起来有些困难 我找个东西问一下 那个 潘泥 你说一下 你是 你是是觉得 做起来有困难 还是说 还是说什么原因 我去做它 就没有时间了 是吗 没有时间不是理由 你知道韩老师每天晚上什么时候睡觉 对不对 我跟你说 我自打了一个 当然 参加工作以后不说了 后面我们自己 自己 在从那个 就是后 就这段时间吧 包括在重庆那段时间 我几乎都是应该是一点半之前没有上过床 知道了 都是一点半以后 这个有视频为人 有时候睡得更晚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是希望把这个课程背得更好一点 第二个我们还得学新技术 就是始终是种学习的态度 那我不是要求你们也是一点半 对不对 因为现在你们没有生活压力 你们也不用两家糊口 但是你要知道你没有一个 没有这种精神 你东西很难拿下来 反正就是说你今天吃苦还是明天吃苦 总是要吃苦的 你怕吃苦就一辈子吃苦 你还不如早点吃点苦 年轻嘛 还扛得住 你仔细研究下去 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做点东西出来还是很有成就感 你要是说 我一学到十点钟一看 我的生物都到了 有些东西一到十点钟不睡觉就感觉 我明天就要game over那种感觉 有这样的同学 自我保护意识太强烫了 就是一泪 眼睛一困 赶紧把眼睛修一下 不然眼睛就瞎了 那不然的话 一困赶紧拍一会 不然的话 我精神要失常 这个有一句话 我记得是曾国藩说的一句话 说这个人的 就是你不要害怕去动脑筋 和去折腾一下自己 你这个稍微的 就是能够抗拳压力 其实对你有好处 因为你将来参加工作以后 有时候确实是需要你加班的 你不是说你一加班 心里就承受不了 对吧 你说我一加班了 这就不行 今天晚上十点钟都已经到了 我要睡觉 那你家就有任务怎么办呢 你马上就可能要产生一种离职的感觉 那你就天天就在离职 要有这种学习的态度 你们现在还没有什么太大压力 说实话 学习 当学生 说实话是最快的时候 等到你们参加工作以后 还不知道面对这些 说到大家以后 一定要把老师不值得作业啊 这些事情都能做了 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培训机构老师 学生老觉得学不到东西的根本原因 就是没有压力 对吧 老师一把你没有办法